而福利湘农会在民国54年建造至今的农业推广 交易综合大楼在0918强正破坏下 建筑细缝再还扩大 老建筑是岌岌可为 那么为了安全起建 农会积极向上争取获得了农业部部分的经费挹注 今年上午即时盛大举行了 动土祈福典礼 那么现场灌溉云集祈福庆贺 总工程经费约1.2亿元左右的新建大楼 农会总干事张肃华表示 渴望在明年年底辟建完成 古镇开锣 祥诗献瑞 为福利湘农会农业推广教育综合大楼 动土典礼祈福 农会三巨头以及礼监事团队 与农业部长官 地方首长 戈村 村长 共同持产开工 场面盛大热闹 玻璃乡农会旧有的农业综合大楼民国54年建造至今57年 2022年的0918大地震 以及今年04-03连续强渔阵以及风灾 老旧建筑受损严重 为了安全农会是积极向上争取拆除重建 获得农业部经费益助 今天顺利动公祈造 他也是在张总盖是很用心的推动下 让我们的相关的一个服务大卫 辅导农民大卫 大家能够认真种好我们的稻米 才能销售有好的成绩 那我想护理农会对农民的这样的服务 对农民的付出 他给农民带来的这样的一个收益上 的一个很好的情形下 农业部当然要支持护理农会 典礼后方原办公大楼已经一为平地 准备动土僻建在地美学兼具 农产教育与服务等多功能化的三层楼建筑 中文是张树华说 未来不仅是办公大楼 更是承载复理乡农业的传承 这个新的建筑物要辅得 适合时代的潮流 还有我们复理在推农村观光 还有农村美学 所以我们希望这个建筑物是 未来游客可以来打卡的景点 它不仅承接着我们农村金融的一个机构 更承接了我们农民教育的一个中心 所以将来的食农教育 还有包括产销班的这些机会 教育训练的活动 这些都是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据点 更是承载复理乡农业文化的传承 赚这400多坪的建地 原地起造三层楼的农会综合大楼 在农业部驿注部分经费 以及农会6000多万元的配合款 总工程经费将近1.2亿元左右 今天是正式动土批建 农会座干事张树华万分感谢各界的支持 协助并表示 若没有问题 预计将会在明年年底批建完成 地方各界也高度期待 记者张明太是玉兰副理采访报导